9月9日下午,正在福建厦门出席2020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即思路投资大会的菲律宾驻华大使、何赛、圣地亚哥、罗马纳接受了媒体记者的专访 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兵国,菲律宾设立了一个400平方米的国家馆 集中展示了当地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政策、重点项目和优质产品等 并先后举办投资环境说明会、专场项目对接、农业投资合作专场推介会等多场活动 促进投资对接、大力推介其优惠政策及投资环境 本届下下会上,租委会上线了全新的云上投资会APP移动端 实现纸间上的投资对接、菲律宾在云上投资会定制了云上掌厅 此外,菲律宾在2021年还将继续担任下下会主兵国 罗马纳大使表示,希望借助下下会的平台 为菲律宾和中国投资者未来合作铺平道路 明年,因为这一年是一个疫情的一年 这一年是一个疫情的一年,我们是一年 的契纳公司,菲律宾的公司,菲律宾的公司 都会订阅给予到菲律宾的一年再次 当我们的最高属专业会来 我们可以有更新的,不只是一个新的菲律 菲律宾,但一个新的菲律宾 罗马纳与中国打交道长达近40年 期间经历了数次身份的变化 从菲律宾在华留学生 到美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 再到外交官 今年是两国建教45周年 罗马纳也希望未来双方在经贸 文化旅游等各领域进一步发展 as far as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we're hoping to celebrate in a big way the 45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but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we had to do it online and through through other activities but we want to use this as a foundation by which to elevate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further in a comprehensive way and one 是通過更多貨幣、投資、投資、貨幣的貨幣 通貨幣被影響了 中國是第一名的第一名 第一名的第二名 但現在所有的那些都下降到零 但我們希望後來的疫情 我們可以再次發展 更多人和人的關係